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12月26日礼拜一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疫情的最新进展 在今天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涛 接受港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就提到 他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是中招 甚至检测出阳性以后 仍然是要继续上班 他相信全澳门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中招 认为澳门政府所推算的六分之一人口染疫 是低估了现时的疫情 另外他又引述有不少的前线医护人员形容 澳门的医院和急诊室已经沦为了人间煉獄 而在深圳发热门诊需要等候超过15个钟头 才是见到医生 而药物供应也都是非常紧张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个video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澳门街的情况是怎样 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涛今早早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 澳门特区政府自从今个月的15号开始 就没有再公布检测阳性等的详细数字 只是披露了入住隔离设施的确诊者人数 但是有关的数据一直都是徘徊在双位数字 而他身边有不少的家庭都已经集体中招了 有多个行业包括有不少的食肆 甚至乎是政府部门都没有办法提供到正常的服务 林宇涛认为澳门官方是低估了实际的情况 按他粗略的推断 现时已经有一半的澳门人口是确诊了 远远是高于官方日前以无形所推算的六分之一人口 按照着林宇涛议员的说法 其实澳门政府就是学足了大陆政府 在月中的时候 就再没有公布阳性的数据 甚至乎是重症的数据都没有说了 虽然这些确诊数字我们在节目里面都反复讨论过很多次 就是在外地绝大多数的地方 包括香港 都已经没什么人再去关注了 甚至乎你看看外国的电视台 以前CNN或者怎么样 每天登那个确诊数字 世界各地有多少人中招出来的 近这半年都已经没人看了 这些东西 因为没有收视的 就是很愚蠢的人才会看的 但是来说 这些资讯就越公开越透明 是越好的 虽然没什么人关注 但是你都要公布的 好像香港这样 现在每一天都公布 虽然都没什么人有感觉的 一万宗就一万宗 两万宗就两万宗 生活仍然都是要这样过的 但是你不公布 就搞到很多人 只有个估字 就估估一下 搞到是会人心惶惶的 你公布就公布 那些人不看就一回事 但是有些事情就叫做过犹不及 比如说香港 早一两年的时候 每天都找个张竹军医生出来开疫情记者会 然后又望月楼群组 又打边楼群组 太过巨势无为了 也是多余的 总之你每天就一定要公布 那个确诊数字 重症数字和死亡数字 这些东西就很重要 基本的 澳门现在说 盖牌不公布 就是自欺欺人的 是掩耳盗灵的 你不公布 不代表没有人确诊的 但是 现在澳门 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呢 其实就等同于是 香港今年年初所经历的 那个所谓第五波疫情 一样 就是在经历那个终极一爆的阶段 澳门之前一直都紧跟大陆那一套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一直都是一两宗的个案 他们就说要搞这个 全民检测 做这个全员核酸 澳门之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就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之低的 确诊数字 其实澳门人 由于他人少 地方又少 他去做这个动态清零 他相对成功的 就是在说之前 同时来说澳门之前 也是长时间这样对外国封关 凡亲从外国入境澳门的 经机场的 他一定是要隔离 从香港过去的他都要隔离 所以他就一直保持着一个很低的确诊数字 但是现在你既然是一下子开放了 再加上大陆爆到七彩 又有些大陆人涌到澳门那处打针 扫药等等 有些是旅游 那你现在就经历这个终极一爆阶段 现在就好像如火如荼 其实这些东西香港 或者是全世界其他的 绝大部分城市 在过去那两三年里面来说 已经是经历过了 只不过大陆和澳门 就现在才刚刚起步 人家都经历过了 走完一次 已经是生活都回复正常了 你才刚刚开始 那你说还要走多久的时间呢 那你头三年是不是磋疼岁月呢 那好了 我们看看到底澳门街 那个准备情况是怎样了 根据林宇涛议员所说 他说澳门政府在过去那两个礼拜 防疫政策一下子 就从这个动态清零 突然间就转向乳病毒共存 但是他就批评 澳门是开放得太快了 也都是毫无准备 那不少中了招的市民 就没办法买得到药 林宇涛就斥责澳门当局这种 就叫做躺平式的共存 他指责澳门政府 说就说药物储存充足 但是在市面上 比如说退消药 咳药水 甚至乎是中药等等 都是十分之缺货的 甚至乎确实是可能卖了去内地 就是有些人 下去澳门街抢药啦 是不是 好了 林宇涛就说 另一个可能就是 大家都看不到社区的门诊 门栏是很高的时候 单靠那个抗疫包 是不能够解决到整个疗情 就是澳门政府又派的那些 所谓抗疫包 抗疫包里面就有退消药 但是呢 就不足够 顶到他好回 但是都没有啦 先吃着 按照林宇涛的说法 就是说澳门政府 过去那三年又是白做的 和大陆都相差无几的了 一美就玩这个全原核酸检测 澳门就好一点啦 没有搞大白 还有没有怎么搞荒仓的 但是准备就是不足啦 实际三年时间 老实说比起香港啊 都还要多了大半年的时间来到去准备 都还是搞到这样的 好吗不好听呢就好欲酸啦 是不是啊 好了 至于澳门政府提到 就说药物储存充足 其实这种的思维模式 就跟香港医管局的行政总裁高八星所说的一样 他又是说呢 大家不需要担心药物的存货问题的 医管局是有齐了的了 有退消药啊 有什么药啊 但是这帮做官的 往往忽略了市民的感受 市民在市面上的那些药房啊 神士啊 万宁啊 他买不到药的时候 一来 有些没有病的 他想买好药物回家看门口 那他的心就不得安定了 他要用到的时候 就拿手不成小的 二来有些人他真的有需要用的 那么他买不到 那么他是不是被逼 要走去看你的那些门诊啊 看你的那些公家医院啊 那么这些就会增加了整个医疗系统的负担咯 本来有些人 他可能在市面上买得到这些很普通的药物 他都定得到的了 他又不需要走去医院啊 诊所那里开价子的 那他买得到药 他就不需要去你的那个医疗系统那里了嘛 到底做官那些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呢 那么他没有的时候 那就被逼又要排队咯 啊 就是这些东西是拿来搞的 不只是说 哇 在那个政府里面呢 若物储存充足就够了 你要看看到底那些市民的家里 也都是不是储存充足 这个也很重要的 做官那些往往就不想这些东西了 总之在官府里面有的 大家就放心了 最怕要去排队的时候排不知多少个小时 那里死呢 是不是呀 唉 真是 啊 就是那些可能做官的 去排队又不用怎么排 我不知道啊 你不如说谭耀宗那样走去医院那里做手术 他可以有快线的 你说什么呢 好了 林宇涛议员又说 他接获了不少的前线医护人员反映 急诊的情况是很恶劣了 已经沦为了人间恋慾 但是呢 在医护人员发出了公开信以后 似乎澳门政府都开始正视的问题了 那么现时呢 急诊的沦后人数 从高峰期的二百多有 降到去几十有了 但是呢 他认为都未能够调以轻心的 因为根据官方的推算 未来那几天才是疫情的高峰期 他就说不少澳门市民都忧虑 究竟政府是有没有办法 去有效应对疫情的 那么看上去又没有了 总之煮到来就吃了 好了 至于在旅游方面又怎么样呢 在刚刚过去那个周末 就是澳门开关之后的第一个假期 那么在开关之前呢 有不少的内地客呢 就会去到澳门那处自由行的 但是当局呢 将防疫政策 转为与病毒共存以后呢 内地旅客就明显减少 这个我觉得就找东西 因为大陆自己本身都爆了七彩 还怎样去澳门那里旅游呢 而澳门本身也都爆了七彩 这些都是赶客因素来的 那么至于澳门呢 有不少的商店 服务业和机构 在员工确诊之后呢 仍然是被要求上班 各行各业的人手呢 都相当紧张了 那么林雨涛就说 澳门政府那个开放呢 是属于盲目开放来的 那么他严厉批评 实际上我又不是很同意这个批评的 到底你何为盲目开放呢 你稍为开放 其实都会引致这个终极一爆 除非你认为 澳门是可以永远独善其身 永远在不向国际通关的情况下 继续这样生存下去 那么就算你可以 大陆都不行 是不是 澳门现在其实吃着条水 都还是靠大陆客 那么大陆自己都干疼的时候 怎样顾得你呢 所以没有说盲目开放的 开放就是开放 没有什么盲目 一开放你就预了会终极一爆 只不过是说 从2020年的1月 去到2022年的12月中 接近三年的时间 你是两年零十一个月半 都没有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 比如说 你都差不多知道是 要放开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入定那些退销药 是不是要买定那些特效药 那这些东西都要未与筹谋 就算你说不知道大陆什么时候 要变的 那你可以做定的 这些东西都要花多少钱呢 买定退销药 买定辉税的特效药 那可能要花十亿八亿都是有限数而已 澳门街的库房也能顶得到 是不是 那都没有做的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没有说盲目开放的 因为Omicron的 那个传播能力是这么高的时候 你一开放 怎样都会终结一爆 这个是必然无可避免发生的事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 不过就赖了那两个 什么 国泰空中服务员上面 抓去坐牢 实际上就算不是那两个人 迟早香港也是会爆的 没有说将责任 归咎于那两个人身上 就算不是那两个人 迟早也会爆 那红维文的生日派对 就是爆 对不对 所以就没办法 因为那两个国泰空中服务员 又没有后台 又没有什么 没办法 几个星期 真的 但是 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都要走回同一套的轨迹 所以香港在今年 一、二月的时候 趕快爆完 就不是坏事 因为怎样都要爆 就好过 你和大陆、澳门 一起来爆 到时那些药物更加紧张 市面上的情绪更加恐慌 香港现在起码都爆完了 其实都已经是 逐渐恢复过来 那无奈就是说 因为特区政府 推行很多愚蠢的措施 那没办法 他现在都解封了很多 老老实实 但是有些事情 他都还没调整得过来 比如说到现在都还是要推行 疫苗通行证 和强制口罩令 但是大家看到了 连平安夜的时候 都说恢复地铁通宵行驶 就是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了 你说大陆和澳门 有时间都还没有 因为他还在经历 香港在年初所经历的过程 他就刚刚开始 那澳门现在的市面情况是怎么样 抢药潮都还没完 有澳门居民就说 为了协助内地的亲戚买药 最近这两个星期 不断来到去搜寻药物 但是仍然都是一无所得 另外 有居民就宣称 全家都已经是确诊了 现时只能够依靠澳门政府 较早前派发的抗疫包 是顶住先 另外 有不少的民众 由于是买不到药 于是转往超市 买能量补充剂 和运动饮品 在澳门有超市 出售340毫升桩的保抗力 索价29.5 货价都被掃清光 至于葡萄式 也是卖剩几枝 有些人可能觉得 顶住先 没有退销药 先喝这些 但是这些东西究竟 有没有医疗效果 没有科学证据 证明是有的 就是喝这些什么 保抗力 葡萄式 但是也没有了 由于情绪恐慌 什么都买住先 顶住先 至于做生意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手信街 有店主说 现在的生意额 比起疫情之前 是暴跌了超过九成 十万元的生意 现在就变了一万都不到 只是靠熟客 帮衬支撑住 并且以网购的形式 苦苦经营 店主就期望 在熬过最后阵痛之后 经济会重新复苏 他的主观良好愿望 能不能实现得到呢 这个主要还是靠大陆 因为澳门比香港更惨的一件事就是 由于他的客源 真是主要来自大陆的 而且他的产业是 单一很多 至少香港他还有很多其他产业 金融 炒楼等等 但是澳门真的只有博彩业 你就是靠六客 你没办法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是靠六客 又没有思考过 要如何开拓其他客源 当然澳门政府 是有思考如何做产业转型的 比如说又搞道家村 又搞什么会展业 但是到最后大家都知道 那些就沦为空中流角 搞来搞去都是搞赌场 但是你搞赌场也不要紧 都没有积极开拓其他客源 整天就是大陆大陆大陆 那你大陆一跪下的时候 那澳门家就连大一齐跪下 那实情在经过了这两年零十一个半月的时间以后 澳门政府他都没有很积极地来到去开拓国际客源 没有说去做一些国际宣传的 那你疫情过后 能不能够恢复那间生意 不是又是要等运到 北风吹过来的时候 那你就有水喉开 上面不开水喉 那你怎么复苏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香港的旅游业界 又是很贵的 一味就说 希望大陆快点开放自由行 你只不过是将03年的剧本 再一次上演 而且越演越烈 03年以后就是过度开放自由行 搞到中港矛盾加剧 这是业流淑仪的研判 不单止我们说 业流也认同 那你现在 喂 疫情过后 你说要恢复旅游业界 连带其他的酒店业 饮食业 你又是靠大陆客 那就糟了 是不是 我不是说你靠大陆客 那些生意额不会增长 而是你这种这样的增长模式 其实对于香港的本地人来说 是相当痛苦的 你的经济成果 就聚集了在少数人的手上 你是经营相关产业的老板 和相关地铺的业主 他才会赚钱 其他一般的市民 乃至是相关行业的前线员工 你分多少给他才行 他只不过是有份工 继续吊住命 难道你会加他薪金吗 加他很多吗 或者你会派发花红给他 你也不会 那些老板这么沽寒 对不对 问题就是 你一年招待八千多万人次的旅客 那个成本就是由全民来分摊的 包括那些旅客走到香港 不要说他做什么其他的行动 只是说他白天走出街那里走 他所佔用的空间 都已经令人很窄息 对不对 本身香港的人口密度已经够高了 你还要招待这么多旅客 喂 你是不是不思进取呢 已经经历了三年的时间了 喂 麻烦积极地开拓一些海外的高端客员 你招待一千个一万个的高端旅客 走来香港掃车士品 就比你招待那些 无厘头旅客 走到香港连酒店都不睡 去郊野公园扎刑的也有 睡麦当劳的也有 那些走来干什么 买了一般消费品 去药房那里 他就算不买退销药 他也去买奶粉 你招待那些旅客做什么 是吧 这些搞什么旅游呢 请问是 搞旅游是买生活必需品的吗 我真的没听过 所以 麻烦旅游业界的代表 反省一下 不要开口埋口 希望快点 有自由行的旅客回香港 这样的时候 你根本上 在过去的20年里面 你是完全没有进步过 又是继续依赖单一客源 这个其实都跟政治是无关的 你自己经历了这三年疫情的时间 你都很清楚是知道 所有的鸡蛋 放在同一个栏那里 那个危机是很大的 你分散客源的时候 就算某一个来源地 是突然之间的经济跪下了 那你还有其他的客源去补充 对不对 你做生意也应该是这样 整天招待这么多人次的旅客 其实呢 香港市民呢 都不是很好受的 好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